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 画面中正在用俄语 向网友介绍中国产品的小伙 叫埃里克斯 出生于1999年的他 目前就职于一家 俄罗斯进出口贸易公司 负责为俄罗斯企业 在中国开展业务牵线搭桥 同时根据企业所需 替他们采购不同类型的产品 主要是我主要是 财务的电脑 也有健康的健康 和电脑服务 和电脑服务 我们的公司 与俄罗斯企业 在中国与各种中国服务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美国的股票 全世界上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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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中国的 那是他们 想要 进行这个 进行 和 中国的贡献 除了采购商的身份 他同时也是一名油管博主 他的视频以拍摄 并介绍中国的产品为主 以便让俄罗斯的商人 更好地了解中国市场 开甲贸易合作 sin 问 你如何开始 与中国与他们的行业 除了贸易往来 埃里克斯与中国的渊源 要从他出生时讲起 他的老家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 布拉格维 申斯克市 那里与中国黑龙江的黑河市 隔江相望 两座城市相距只有几百米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他的父亲曾在黑龙江大学学习 而后一直来往于中俄之间 做一些贸易生意 受父亲和地域影响 他从小便对中国文化充满了好奇 我喜欢古巴猪、鸡餐鲜、鲁热锅 第一次我吃了三岁或四岁 因此我进入中国文化的文化 开始从中国文化 初中时,父亲为他找了中文教师 学习过两三年汉语 大学期间,主修经济管理专业的他 又再次开始学习汉语 在父亲的影响下 他不仅能熟练使用筷子 还深谙中国的茶文化 从我的年轻时,我开始学习 中国文化的词诺 用茶泡、盖湾、茶海等 我试过很多茶 例如白茶、绿茶、黄茶、胡耳茶 这是一种浅语 要放松 和喝点时间 享受茶 南至广州深圳 北至黑龙江 前前后后他已经游历过中国二十多个城市 他表示,未来自己也打算拓宽视频的内容方向 向俄罗斯人介绍更多的中国文化 我非常喜欢拍摄 一些古兴的城市 有关于中国文化 例如中国文化 例如中国文化 去澳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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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重要的 学习中国文化 如果你想明白 某国文化 你必须学习中国文化 最初 然后你必须知道 他们的历史 以前四季 比上 视频 很多小学文化 中国文化 日本大陆 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 写中 geo 中国文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